- 感謝贊助!感謝ROLALA! - 冰哥今天不是要弄一台主機嗎? - 高階主機 - 我現在開始幫你介紹 - 因為你之前有大概給我一些菜單 - 對 - 我今天整理了一下 - 參考的菜單 - 對對對對 - 我今天大概整理了一下 - 然後跟你上去介紹一下 - 然後看你看 - 等一下覺得OK - 好 - 價格當然也是Service的價格 - 沒有沒有問題 - 你價格我不爽我就直接開唱了 - 對對對對 - 你等一下要講什麼 - 你就直接講 - 沒關係 - 因為你一開始也是講說 - 你的處理器是要那個AMD的嘛 - AMD Intel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特別的信仰 - 其實過去一直以來都是Intel - Intel用很多很多年 - 這一次也很榮幸 - 有機會可以用到AMD - 對對對對 - R95950 - R95950X - 目前頂規的CPU - 目前最頂規的 - 它是16核32個超值行序 - 意思就是我們通常都會講 - 它就是16個核心 - 然後有被動的36個超值行序 - 不管是模擬器要多開啊 - 或是玩一些3A大作的遊戲 - 基本上它是完全可以把它持下來 - 它的基本時脈是3.4G - Turbo上去是4.9G - 對這已經非常接近我們那個一個5.0G的領界點 - 而且你還沒有在真正超頻的狀態下 - 它就已經4.9G - OK - 所以這個算是非常非常高階的 - 是 - 主機板呢當然是 - 主機板今天是我們微星的MPG - AKS570 GAMING PLUS - 它有一些比較特色的地方 - 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 那 - 剛才這顆也忘了 - 對剛才這顆在這 - OK - R95950X - 這是目前最頂規的AMD - 那 - 主機板的部分呢 - 就是 - 配的是我們微星 - MPG - X570 GAMING PLUS的板子 - 它的晶片算是 - 目前AMD最頂的晶片啦 - 對對對對 - 那它的特色就是 - 八加二線 - 八加二加一二項 - 加起來就是11項的電容之外 -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特色 - 有特色的地方就是 - 因為有些主機板它不會 - 有風站在上面 - 像它這裡有做一個南橋風扇 - 欸有欸 - 它有做一個南橋風扇 - 南橋就是控制一些硬碟啊 - 顯卡性別之類的 - 為什麼要叫南橋啊 - 因為以前我們 - 南橋用台語講 - 聽起來怪怪的 - 對對對對 - 因為以前有北橋跟南橋 - 一個在北一個在南 - 所以就要一個北一個在南 - 那這個上面也沒有指南針啊 - 為什麼這個 - 喔是高 - 上面是北 - 下面是南 - 放CPU的地方是北 - 對對對對 - 這邊是南 - 這個風扇呢 - 它是智慧停轉風扇 - 是 - 意思就是 - 溫度到了它才會轉 - 那一般你開機的時候 - 它覺得過熱了 - 它就開始降溫了 - 它就開始降溫了 -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 - 新的固態硬碟對不對 - 是對 - 那M.2的 - 因為M.2如果在高速 - 直行的狀態下 - 高負載的狀態下 - 南橋的機片會非常的熱 - 會會熱 - 對這時候 - 它的主機板這個就會開始轉 - 就非常有散熱的效果 - 一般很少做這個東西啦 - 接下來要換主機板清 - 這個也是維新的 - 因為我們電腦裡面最主要就是CPU - 然後主機板就是各個設備的橋樑 - 再來就是這一張 - 你不管你開實況啦 - 玩遊戲像這樣很熱門的 - 重製版之類的 - 效能都吃得非常非常重 - 那這一張呢 - 就是維新的 - GAMETREO XRDX3090 - NVIDIA晶片的顯示卡 - 它也在這個 - 顯卡界內也是一個 - 目前也是一個王者啦 - 390也是王者 - 已經到頂啦 - 已經到頂 - 沒有在上 - 好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 很多朋友們覺得就是 - 像譬如說有一些朋友是做音樂的 - 甚至是做剪片的 - 剪電影的 - 他們需要大量的顯卡來支援 - 往往一顆顯卡是不夠 - 一片顯卡是不夠 - 所以呢 -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 配合這樣子的主機板 - 如果 - 我今天要兩片顯卡的時候 - 是不是一定要相同的品牌 - 才有可能去做串聯 - 相同的晶片 - 相同的晶片 - 品牌其實不是重點 - OK - 他們是任晶片 - 任晶片 - 因為像 - 三代系列的 - 300系列的就是這個 - 3090、3080 - 現在能裝雙卡 - 只有3090可以裝 - OK - 因為底下的那個 - 它還沒做出來 - 因為以前的 - 以前你還要一個那個 - 譬如說 - 譬如說 - 一個橋接的 - 一個橋接的 - 3090目前還可以 - 其他還不太可以 - 橋接的起來 - 但是相對的 - 你瓦數也要特別的高 - 剛剛 - 兵哥講到剪片 - 但如果你一次剪很多片 - 像現在 - 就是剪片量越來越大 - 我覺得 - 大家可能也有這種需求 - 是 - 對 - 所以呢 - 如果說你本身是導演 - 或者是影像工作者 - 那目前的3090 - 基本上來講 - 是可以 - 一台電腦裡面 - 至少可以放兩片 - 對 - 是不是這樣子 - 基本 - 機殼要大一點 - 對 - 機殼就要挑過了 - 因為這張顯卡 - 它的大小就跟這個盒子差不多 - 對 - 你可能要挑一個大一點的 - 裡面直接放一台分離式的冷氣 - 然後直接做降溫的動作 - 大家可以看一下 - 它裡面也非常非常大張 - 看一下它的外型 - 然後這邊有微星的LOGO - 它背面的龐大的散熱膝片 - 還有一隻龍在後面 - 嗯 - 還覺得它高效能的關係 - 它這邊要插三個八片 - 很少會吃到這麼多的軟件 - 剛才忘了講 - 它們這個風扇也是智慧型停轉 - 它也是 - 感覺到溫度了 - 它才會動 - 風扇才會動 - 那這裡有一個好處就是 - 第一個風扇就要不容易掛掉 - 因為風扇有走成 - 風扇如果一直轉一直轉 - 用久了一定會壞 - 再來就是你灰塵累積的量 - 會比以前來的 - 比較低 - 對對對 - 因為灰塵越多 - 它也是 - 三階的產品就是怕這個 - 氧化會 - 所以這真的有差 - 可以增加它的壽命 - 除了顯卡之外呢 - 剛好講到散熱 - 對我們 - 今天也有配了一個就是 - 維新的NH-K360的水冷 - 在這麼高階的電腦上面 - 最重要的除了是校門之外 - 當然再來就是散熱 - 你沒有好的散熱 - 你校門再高也沒有用 - 維新最新出的啦 - 它的風扇上面當然就是 - 360 RGB之外 -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龍的標誌 - 它這個龍的標誌呢 - 上面的圖案是可以改的 - 譬如說你可以改 - 自己喜歡的照片在上面 - 或者是動畫在上面 - 都可以改 - 喔真的嗎 - 對對對對 - 現在非常流行的一個 - 所以我可以改成老師的 - 老師的Cuban圖 -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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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接把這個龍改掉 - 直接從主機裡面做 - 它有軟體就是 - 圍新有自己的軟體可以直接改掉 - 它的水冷頭上面還有一個風扇 - 這個要裝上去 - 開機才比較有可以看得到它的效果 - 了解 - 我們等一下會有實機直接裝 - 然後360 - 目前算是 - 隨了裡面也是 - 冷排 - 360冷排裡面也是最大的 - 基本上 - 裝5950X這顆CPU的話 - 基本上還是用到360 - 我們已經新版的360的隨了 - 今天用的記憶體是威剛的 - RGB D50 - XBG D50的 - RGB記憶體 - 一個是16G x2 - 所以有兩組 - 64G - RGB的這個 - 你想要改什麼 - 那個顏色 - 之類的 - 或者是什麼模式 - 它都可以改 - 這個總共加起來是 - 64G - 它這個 - 跟一般沒有散熱片的記憶體 - 有什麼差別 - 因為記憶體其實啊 - 它溫度其實不會高啦 - 主要是差在超頻的效果 - 因為如果你要調 - 這顆CPU的頻率的話 - 勢必就會關係到 - 記憶體的頻率 - 那記憶體的頻率往上調 - 它的溫度就會變高 - 這時候就很需要散熱片 - 對 - 那一般的使用者 - 當然可能比較不會去調它 - 不會去調它 - 不會去調它散熱片 - 其實就還好 - 但是它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 它外觀 - 比較好看 - 對對對對 - 那主要是給超頻的使用者用 - 我覺得如果有散熱片的話 - 當然你不如小補啦 - 有散熱片跟沒散熱片 - 散熱效果還是有差 - 穩定度會比較好就對了 - 對對對對 - 還是有差 - 再來就是我們的固態硬碟 - 三星的980 Pro - 大家看一下 - 三星的目前算是PGA4.0裡面 - 數一數二的快 - 對 - 那它的ME數就是讀取是七千ME - 寫入是五千ME - 已經算是我們PGA4.0裡面的極速了 - 對 - 那它們的這些數字 - 大概都是它最高值的時候 - 跑出來的數字 - 你的硬碟速度越快 - 你就不會有那種延遲的效果的感覺 - 那如果大家有打PUPG - 大家也知道 - 可能要從跳傘跳下來的時候 - 你可能會比別人先到地 - OK - 對還在等別人 - 非常重要的就是硬碟 - 那開機速度就不用講 - 尤其是射擊遊戲啦 - 射擊遊戲是最需要這個部分 - 對真的真的真的 - 再來我們最後一個 - DRY 產品裡面 - 泡了 - 這個是微星的電源供應器 -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 微星有MPG、MAG - MPG算是高階的Gaming系列的產品 - Gaming系列的產品 - 這當然也是給Gaming系列 - 因為都是高階顯卡用的 - 850W - 金牌認證 - 對 - 那我們有基本上從白牌 - 銅牌 - 金牌 - 白金牌 - 它是金牌認證 - 十年保固 - 模組畫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 這個Power裡面有很多線 - 那模組畫的意思是 - 它的線都是分開的 - 對等一下我們裝上主機上面的時候 - 大家就可以看到 - 是 - 它的線全部都是分開 - 那分開有什麼好處呢 - 你需要用到的線 - 你才要接上去 - OK - 可以減少線的用量 - 那減少線的用量 - 就會節省機殼使用到的空間 - 是 - 減少機殼使用到的空間 - 就可以增加你的熱對流散熱 - OK - 對 - 這是相輔相成的 - 那一般的Power就是一把一戳在那邊 - 你線就是第一個整線很麻煩 - 對 - 不知道放哪裡 - 它有一些都是直接這樣一捆給你 - 對 - 你也不能拆開這樣 - 對 - 你就用不到 - 對 - 所以現在很流行 - 高階的Power基本上都是全模組化 - 全部分開了 - 因為越高階它的線就越多 - 對 - 你可能一開始不用用到這麼多 - 對 - 所以這個是全模組化的好處 - 那全日系電容就是 - 它裡面的直流電大顆的 - 那全部都是日系做的電容 - 啊我相對穩定性就比較高 - 對 - 所以它才敢保十年 - 十年 - 對 - 就是不是開玩笑的保 - 隨便亂保十年 - 是因為它真的有料 - 在裡面它才敢保十年 - 東西耐用才敢保 - 五十年啦 - 應該這麼久 - 沒錯 - 好 - 而且真的不貴我覺得 - 對這樣 - 三九九零 -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 - 要用到的機殼啦 - 機殼 - 因為機殼太大了 - 我們一下過去好了 - 來來來來 - 我們一下過去 - 這個殼它的名字是 - 機科馬提克的咒絲 - 這是它未裝的模樣 - 還沒裝起來的樣子 - 像這種殼啊 - 我們簡稱為 - 開放式架構 - 跟一般我們 - 在展場看 - 我們一般裝主機的 - 就是正正棒棒的那種 - 比較不一樣 - 開放式架構 - 所謂的開放式架構 - 就是你的水冷 - 你可以裝前面 - 後面 - 上面 - 下面 - 都可以 - 你的主機板當然 - 這邊前面 - 它也可以轉向 - 主機板也可以轉向 - 顯卡也可以轉向 - 就是 - 而且你可以馬上 - 直接直視到 - 電腦裡面所有 - 設備的樣子 - 還有一個透明 - 壓克力的 - 玻璃側板在旁邊 - 非常非常的帥 - 就是算是比較有科技化的那種感覺 - 現在看應該沒什麼感覺 - 現在看沒有什麼感覺 - 等到裝好之後 - 插上電 - 對 - 那個LGB - 閃閃發光就知道了 - 請 - 這是1.2mm - 所以比較厚 - 比較厚 - 為什麼要比較厚 - 我們裝一些比較高階的東西 - 在上面的時候 - 譬如說顯卡就非常非常的重 - 所以需要比較厚的板 - 去支撐它 - 就是這種高階機殼 - 最重要的地方在這邊 - 不是一般 - 你可能 - 一般買的那種殼 - 你就比較薄 - 你可能這樣凹一凹它就可以 - 就會折掉凹凍之類 - 這種殼是真的比較厚的 - 而且它又厚 - 但是輕 - 對 - 所以材質是非常非常好 - 我直接摸起來就是 - 以汽車的板金薄啦 - 這樣 - 以汽車板金薄 - 然後很輕 - 這樣很輕 - 好 - 那我們的 - 今天的要裝的機 - 今天的 - 今天的這個主機的 - 所有的配件 - 大家都看到了 - 我們現在開始就請 - 框麵店長 - 估價 - 來估價 - 估價 - 估價 - 但是我手按的是 - 五萬六千九 - 沒有按錯了 - 這麼多人聽過我看 - 通常估價是一對一 - 現在這麼多人 - 接下來的話是 - 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 - 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 - 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 - 對 - 這是我今天 - 這個是定價 - 定價 - 這個是定價 - 好不好 - 我現在呢 - 給泡麵兩條路 - 一個呢 - 是 - 一個呢 - 是就照定價付錢給你 - 另外一個就是 - 我直接對你唱 - 隨時老大 - 然後 - 你要 - 打到骨折給我 - 好而且沒有一條 - 叫死路 - 哈哈 - 因為我 - 我其實那時候 - 前一天 - 前幾天 - 我就大概算一下 - 該給賓哥多少錢 - OK - 但沒關係 - 就是 - 我給多少錢 - 沒什麼意思 - 就是看賓哥 - 想要用多少錢 - 買這些東西 - 好 - 才比較有意思吧 - 對 - 計算機又在這裡 - 有沒有聽到 - 賓哥自己按 - 賓哥自己按 - 這個叫做二世力 - 賓哥自己按 - 對不對 - 因為他不是老闆 - 人家出來江湖 - 糟條 - 齁 - 最後這個多少錢買 - 好不好 - 賓哥可以自己按 - 我們計算機就在這裡 - 好 - 我按 - 按個 - 不夠的店長下股業薪水 - 我自己按 - 十一萬九千六百三 - 你們覺得要多少 - 來來聊天室 - 覺得要多少 - 十一萬九千六百九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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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六百九 - 待會兒我會讓人抓去警察局 - 全部都抓五千六百九 - 五千六百九 - 五千六百九 - 買顯卡是嗎 - 三零九零嗎 - 對 - 你吃得不好 - 不可能 - 好啦 - 這個這個這個 - 自己按 - 好我自己按 - 隨 - 我自己按的話就是 - 一千一百九十六 - 一千一百九十六 - 一千一百九十六 - 直接砍掉兩個人啦 - 會不會不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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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掉兩個人啦 - 你說對不對 - 對 - 每個人都要一台 - 我們就尷尬了 - 老闆心在滴血 - 這樣子一台 - 一千一百九十六 - 要的加一 - 要的加一 - 趕快洗一泊加一 - 這一場的成本 - 真的還不便宜 - 開玩笑啦 - 開玩笑 - 以上都是開玩笑 - 好不好 - 最後賣多少 - 給老闆你自己講 - 我們兄弟啦 - 隨便啦 - 原價位直接給你啦 - 對不對 - 現在這個東西其實 - 電腦這個東西不好賺啦 - 對 - 但是我今天要讓所有的觀眾朋友們知道 - 今天老師推薦的店家 - 你們來買電腦 - 保證三年保固 - 三年保固 - 打到骨折啦 - 打到骨折 - 好不好 - 郭老闆面有難色 - 沒有難色嗎 - 沒有難色 - 開玩笑 - 組長覺得案情不太妙 - 不太妙啦 - 沒有就給兵哥一個 - 這可以公開講嗎 - 可以可以 - 沒有你 - 你決定 - 你決定 - 我如果公開講 - 我也要 - 所以 - 當然啦 - 壓力很大 - 所以你給我一個就是 - 今天如果說是觀眾朋友們 - 來買相同的東西 - 你可以給他們多少 - 不行嗎 - 那我開這個價 - 他們一定要你的價格 - 真的嗎 - 如果是你會這樣子嗎 - 如果是 - 沒有 - 如果是 - 我今天如果說是 - 私底下來找你的話 - 我基本上不用談價錢 - 我東西直接拿走 - 好 - 我跟你談什麼價錢 - 我也不管了啦 - 不是 不管 - 今天 - 這個東西是一個展示 - 但是Anyway就是說 - 如果觀眾朋友們 - 你對這台機器有興趣 - OK - 那你們今天來易飛是多少 - 就多少 - 你不要給我 - 你不要給我太誇張的discount - 好不好 - 我們這不是綜藝節目 - 我們這不是綜藝節目 - 這個不好賺 - 真的 - 我想給那個 - 好啦 - 去掉 - 去掉兩千啦 - 好不好 - 十一萬七啦 - 十一萬七對不對 - 好不好 - 然後 - 特兵哥有嗎 - 只有我有 - 好 - 好聽一點就是 - 九九九九五個九 - OK - 這樣可以嗎 - 嗯 -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 這樣就好 - 其他的人就沒有 - 來店再說 - 十一萬九千多的東西 - 老闆給我的價錢是 -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 一二三 - 可以嗎 - 你們能接受嗎 - 能接受嗎 - 十一萬塊 - 還是直接再掉 - 再去一個九 - 九千九百九十九 - 哈哈哈哈 - 再更衣 - 沒有這個價格 - 其實你們上網查 - 一定查得到價格 - 那你也知道 - 電腦的空間其實 - 就那五趴幾趴 - 利潤很低啦 - 那我折這個 - 應該是算很 - 兵哥的 - 好 朋友們 - 我今天是 - 跟自己的兄弟 - 買電腦 - 那我也推薦 - 這麼好 - 這麼優質的商家 - 所以呢 - 各位朋友 - 如果有電腦的需求 - 來找易飛 - 老闆這邊呢 - 泡麵這邊呢 - 能夠給的傻比數 - 你放心 - 你絕對在外面問不到 - 更低的價錢 - 所以請放心的購買 - 感謝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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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現在開始組裝 - 好不好 - 嚇得一句話 - んで哭誰了 - 周快樂 - 從你們是從這兒 - 零開 - 念得一句話 - 終止了 - 我們是從我們的 - 乖出發 - 途中了 - 成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最后啊 这个还是除了感谢我们刘董之外 也感谢我们刘董所有的员工朋友们 也感谢所有的我们聊天室里面的版首 还有一些粉丝朋友们今天直接到现场来购买电脑 那别忘记了 别忘记了 这个需要电脑的朋友 直接加上 直接加亦非电脑的这个官方LINE 官方LINE是小老鼠后面一个EFLY 什么四个英文字母 EFLY 前面加个小老鼠 有任何的问题 找刘董 找泡面 找阿邦都可以 找小姐姐也可以 那基本上来讲一定会让你们买到 比外面问不到的价格 基本上现在电脑不好做 这个价钱都需要抵抗 基本上来讲真的都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刘董这边的电脑 薄利多销 如果你买到便宜 用的很喜欢 我们的售后服务你满意 欢迎大家有亲朋好友 需要主电脑多多的介绍 分享一下 那感谢大家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机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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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EFLY 电脑的泡面店长 那假如你们在电脑方面 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或是相关的规格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来到EFLY 电脑找我